暑期档终于要过去了 不得不说 既有《莲花楼》和《长相思》这样火爆的作品 也有不少失忆之作 而在这其中 有三位女明星无疑是挺惨的 她们分别是任敏 王楚然和杨超越 任敏是最先被送上舆论风口浪尖之中的 和肖战的合作《月谷瑶》 大家都在说她造型差 鼻子出戏 而任敏虽然也是发文发视频 尽形澄清 但效果都非常不理想 好在她和张婉毅的新剧已经杀青了 还能有翻身的可能性 但也不知道为什么 制片方对任敏演国偶有这么大的 她的脸真的很现代 去演现代剧不好吗 非要在古装这块想谋得一席之地 真是没有必要 第二位失忆者就是王楚然了 这都不用多提了 和杨阳合作完毕之后 王楚然真是倒了血霉了 演技方面就不说了 如今的王楚然都不敢出门营业了 即便是社交平台都不敢发文了 就怕被网友骂商务代言受到冲击 各种黑料满天飞 团队都处理不完了 特别是王楚然翻白眼耍大牌的视频 真的是上了太多的热搜 不过要是王楚然 真的是没办法面对大众了 只不过是演了一个不讨喜的女主 就换来这样的结局 未免也太惨了吧 倒霉的肯定非杨超越莫属了 七十几箱上线之后 杨超越是所有女明星 在八月份营业最多的一位了 只不过因为演技太烂 新剧扑得无声无息的 最后大家都懒得讨论了 对于杨超越来说 这个结果他是没有想到的 只不过时至今日他都没有明白 懒惰的人努力一点点 就以为付出了全部 殊不知离及格线都差着远呢 他有那个功夫在镜头前哭 还真不如找个地方好好磨练下自己 当然了 有的人花再多的钱 也磨练不出来演技 这就是天分吧 但好在一点 杨超越起码把钱赚到了 所以说这个鼠鸡党谁最惨呢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